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案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从学校到职场 从20岁跨入到30岁 我们如浪花入海冲进广阔的天地间 我们等待思想成熟 等待经验积累 等待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 那么怎样才算一个心理成熟的人呢 成熟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就是对边界感的清晰认知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需要的个人空间越来越大 以往我们能容纳别人走得很近 现在却需要一个很大的安全距离 在完全不被侵犯的自我空间内 我们才会感到舒服 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曾说 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你是边界感薄弱的人吗 我们可以用下面几条特征来对比一下自己 不懂拒绝 觉得自己必须对每个人的要求说是 工作讨论时经常被人带跑 面对压力无法坚持自我 管理不好负面情绪 总是一股脑地诉说给别人 控制欲强 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 时常想要拯救你亲近的人 为他们解决人生问题 如果你不幸命中几条 那就不得不承认 你可能是一个边界感不清晰的人 谁无边界 则世间处于汪洋之中 万物俱损 谁有界则系统稳固 万物生长 保持适度的边界感 才能拥有最舒适的人际关系 边界感决定你的幸福指数 乔治·戴德在《自我边界》一书中提出 所谓边界就是让你的事归你 我的事归我 它不像身体上的边界有一个特定的轮廓 但这种边界感是在保护我们心理上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边界感某种程度上等于安全感 因此一旦你的边界感清晰 你会发现一切关系都会健康起来 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 一 亲密关系中有边界感是很重要的事 著名作家纪伯伦说过 在一起的时候 要给彼此保留空间 橡树和雪松 并不能够在彼此的影子中成长 两个人相爱 并不意味着两个人能互相融合 彼此既有共同区域 又有明确边界 这样的伴侣关系 才能长久 在综艺幸福三重奏中 谢南被问到 婚姻中自己和吴京做过哪些妥协 他说 其实两个人 根本上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要给彼此留空间 有边界感是很重要的事情 亲密关系与自我边界并不冲突 你有边界 你爱的人也有边界 他的想法和你同样重要 双方都应该分清 并适时调整自己的边界 将真正的爱付诸实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自己和他人的成长 二 边界意识让婆媳关系相处愉快 据于离婚大数据统计 在中国离婚的六大原因中 婆媳不合 竟排在第四位 身边就有朋友 陷入这样的故事中 他和老公从恋爱到结婚三年 两个人刚开始 也是琴瑟和鸣 小日子过得很有情调 但由于夫妻两人要上班 婆婆退休后 说体谅他们工作忙 要过来帮忙打理家务 生活在一起 才发现问题很多 婆婆性格比较强势 小到平常穿衣服 大到工资花费 事无巨细 都要过问 日积越累 矛盾越来越深 彼此心里都不舒服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式婆媳关系 为何如此糟糕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 因为爱着同一个男人 被硬生生地捆绑到了一起 相互进入彼此的生活 实际上 这就是没有边界感 最好的婆媳关系 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做一个有分寸的婆婆 和一个有分寸的儿媳 在各自舒适的区域里 给予对方最好的帮助和照顾 就足矣 三 父母的边界感 决定孩子的幸福感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 希尔维亚有一个观点 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爱 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 只有一种爱 以分离为目的 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但有多少父母 误会了爱的真谛 以为给予 便是最好的教育 他们不知道 给予的分寸在哪里 中国父母最缺的 就是边界感 最近来上海工作的朋友 就在跟我抱怨 妈妈不放心 她在大城市独居 硬要来陪住 生活的一切 都在妈妈的监控之下 没有自己的专属空间 当孩子年幼时 父母用爱 满足孩子的需求 及时回应他 给他安全感 当孩子成年后 父母就要适时离开 给孩子独立的机会 让他去体验 属于他的无限可能 尊重边界 会让孩子和家长 从各种矛盾中 解放出来 有助于孩子和父母 各自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边界感 决定人际关系的高度 三毛在散文 简单里说 我避开无视时 过分热络的友谊 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担 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 这使我觉得清唱 我当心地去爱别人 因为比较不会泛滥 我不熟深刻 只求简单 越长大才越明白 什么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人际交往中 有边界感的人 总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但总有人边界感模糊 常常会给你压力 问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 你每个月赚多少钱 你怎么还不结婚 这个是你偶像啊 你不觉得他长得很丑吗 或提一些 你没有办法答应的要求 你帮我做一下这件事呗 不帮就是不够朋友 没有边界感的人 往往让人想要疏远 有时候甚至造成 不必要的矛盾 而那些只身前 懂进退 有边界的人 没有什么人际关系 是搞不定的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 情商的作者 丹尼尔·戈尔曼所说的那样 你让人舒服的程度 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 职场中同样需要 保持清晰的边界感 就是让做决定的人 为自己的决定做解释 比如团队发奖金 同事的美你的多 对你抱怨 要求你做解释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边界意识 因为奖金这个事情 并不是你决定的 可以耐心倾听他的抱怨 表示理解 最后建议他去问领导 个人有个人的使命 有些决定 应该由上级来做 有些决定 应该由员工来做 工作上的事情 需要权责分明 维护自己的边界 不侵犯别人的边界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 老天的事 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 哪些事是别人的事 守住自己的界限 不愉悦他人的界限 让边界感更清晰 一 建立自己的完善的边界感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完善的边界感 为自己和自己的言行负责 当我们将控制情绪的权力 拱手交给他人时 我们就会感觉 人际关系变得紧张 这种感觉会让我们不堪重负 焦虑甚至抑郁 日剧《坡道上的家》 女主角最后的自我觉察 让我很触动 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 我们可以尝试做到这几点 首先 明确自己有权利建立个人边界 其次 清楚自己和他人的责任 与权力范围 知道什么可做 什么不能做 最后 要学会拒绝 当你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 你会让自己变得更真挚 更宽厚 面对起伏的生活 和无常的命运 你会更加勇敢 你会更好地主宰你的人生 而不是被四面八方的风浪 潮汐 裹挟着随波逐流 二 尊重他人的边界 著名学者哈耶克 在《通往奴隶之路》一书中说 通往地狱的路上 铺满善意 这些善意 就是我们自以为是正确的 我们总是忍不住的 想要控制别人 想要伴侣 一定要看自己喜欢的电影 想要父母 为自己送出的礼物而开心 想要孩子 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学习 但无论是在亲情 爱情 还是友情中 你永远无法要求 别人按照你要求的方式去爱你 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薛宝钗 第一次翻脸 就在与宝钗规劝宝玉 读书考取 进取试图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助他人 会大大提升幸福感 但如果一定要别人接受 就成了界限侵犯 同时对他人提出要求 让他们做他们并不愿意做的事 或者阻止他们想做的事 也跨越了他人的边界 世间万物皆有所归 就像色彩和美一样 当然也包括痛苦 或多或少 我们每个人在人际交往中 都会因自我或他人边界感的缺失 而陷入压力与焦虑之中 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 相互靠得太紧 会觉得刺痛 彼此离得太远 却又会感觉寒冷 保持合适的距离 明晰自己的边界 才能拥有简单的人际关系 活得轻松自在 正如李雪 在《有限责任家庭》中写道 一个真正自信 活出自我的人 与他人的关系模式是 你好 我也好 双方彼此陪伴 同时又各自精彩 或许从外在成就上 看有高低之分 但彼此依然尊重 欣赏 都能绽放自己的活力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